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有些猛料要和大家分享 原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現任老婆 她在嫁給拜登以前 曾經嫁給另一個男人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現在這個前夫走出來踢爆 原來她在40年前 遭到拜登的橫刀奪愛 被拜登撬長腳 一頂綠帽就由頭奪到掠個紙尾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登經常人前人後都宣稱 說他自己在1975年 第一次看到他現在這一任老婆 吉爾的照片之後 才一見鍾情 後來就對他展開了猛烈的追求 最後要去到1977年 才是普德美人歸 一聽就知道這些故事是流了 一見鍾情 你真是 哈哈哈哈 清朝嗎 大哥 好了 現在 這位吉爾的前夫 史提分心 就走出來踢爆 說拜登這麼浪漫的愛情故事 原來就是虛構 而且握足40年 根本上的事情本質 就是分外情的說 他還踢爆 說拜登早在1974年 已經跟吉爾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亦是導致 前夫史提分心 和吉爾離婚的原因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引述 這位前夫史提分心 Stevenson 所說 其實他和前妻 Jill 早在1972年 已經認識拜登 當時 他夫婦還傻到 一起幫拜登共同助選 在同一年 拜登的第一任老婆Linia 跟女兒 在一場車禍當中 不幸離開了 留下了兩個兒子 Stevenson 說 直到1974年10月的某一天 當他在上班的時候 有個人忽然之間 上門找他 這個人就跟他說 Stevenson 你老婆Jill 名下的車 在5月份 撞到我的車的保險桿 即是崩飽 明明說好了 就是要賠錢 但是 到了10月 還未曾回覆 這個人就告訴 Stevenson 當時 你老婆的車 是拜登 於是 這兩人的關係 曝光 Stevenson 還說 早在1974年8月的時候 亦有一名 Jill的老友告訴他 你看看你老婆好吧 你老婆跟拜登走得太近了 原來那年 Jill 23歲 Stevenson 26歲 拜登 31歲 拜登真的懂得吃 真的 拜登跟 Jill的關係曝光 以後 Stevenson 立即要求 拜託你 要求他當時的老婆 Jill 你離開我的房子 眼淹 但是 Jill的老爸 發現了之後 不斷地 邀請Stevenson 原諒他 你給他一次機會 你先聽他解釋吧 哈哈哈哈 不過 這位前夫 Stevenson 就不為所動 一口拒絕 不行啊 你跟我扯 他當時還說 我當你拜登是老友是兄弟 但是你拜登就愛上了我老婆 這樣說 這位Stevenson 今年就是72歲 他就說 已經把這件事 忍了40年 現在即將 就是要出版一本的書籍 他預告 這本書的內容 將會是揭示出 拜登不為人知的這一面 就是拜登 虛構了一個 浪漫的愛情故事出來 Stevenson就說 其實他就不是想傷害任何人的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這一本 不是一本痛苦的書來的 我就不痛苦的 如果不是因為 跟這位 Jill離婚 我根本上 都沒有辦法遇到現任的妻子 Linda 她是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 不過這本書的部分內容 的確會令拜登和Jill 感到不愉快 據了解 這本書大概是長300頁 有關Jill的內容 佔了80頁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的 臭屎密蓋 足足40年 最後還是要被這位前夫 揭發 Stevenson還提到 他還未去決定好 究竟要在選前還是選後出版這本書 當然是選前 你選後才出有用嗎 到時誰買 你選前出我幫你買一本 我去Amazon買一個電子版 不過他就說自己已經準備好了 反正只要10天就能夠印刷到3萬本書 你不要只印實體版 賣電子版 真是瘋子 他還說到 他不想傷害 讓Jill成為第一夫人的機會 不過這就是他的故事 不過我也欣賞他 跟大眾分享這個故事 當然 現在只不過是這位前夫 Stevenson的一面支持 如果拜登 或者他現在的老婆 Jill 覺得當中有些相當部分 不合情理 不是這樣的 應該走出來澄清 應該走出來跟這位 Stevenson對質 大家 三口六面 說清楚 誰是誰非 很簡單 公道自在人心 現在我們就聽了這位前夫 Stevenson的 說法 如果這位前夫所說的事 是屬實的話 肯定是會對於拜登的選情 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至少是會流失部分的婦女選票 因為你拜登講足40年這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又說看見他現在老婆張相一見鍾情 又說追了他兩年才得手 哎呀 原來你是 看見人家老婆張相一見鍾情 原來你是 追求老婆 真是該會 對吧 你真是真是 甚至乎 有部份的男性選民都很忌諱 對吧 你追求老婆 還支持你嗎 支持你 支持你的政綱 還是支持你追求老婆 所以 這方面肯定會對他構成多小打擊 對吧 哈哈哈 這件事對於他來說 不是那麼幸運 臨近選舉才爆單 那到底拜登是怎麼拆好呢 到底拜登現在還有沒有足夠的認知能力來去 化解這件事呢 我們又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根據美國的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al 所說 就說歐巴馬表面上全力支持拜登 但是根據一位來自民主黨的消息人士透露 這個可信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Political 比較親民主黨的新聞機構 這位消息人士就說 歐巴馬曾經說過 不要低估拜登搞和的能力 並且還表示拜登對於民主黨的選民是很不了解的 甚至還指出說愛荷華州的選民 是很不喜歡拜登 實際上拜登有什麼個人的本事呢 暫時還沒看到 現在其實很多人支持他 都是因為不喜歡特朗普 就有所謂的Anyone but Trump 根本上都不是投拜登的 只不過是投特朗普的對家 只要說拜登不了解選民 事實上又不可以全盤否定這個說法 因為他經常得罪黑人選民 這個非裔的選民 他經常當這班人對他的支持 是老奉的 而且經常有意無意貶低人 所以歐巴馬有這種想法絕對不出奇 最後我們就說一下 昨天CNN公佈了一個大選的民調結果 顯示拜登的支持度就是50% 特朗普的支持度就是46% 雙方的差距就是明顯拉近了 因為7月的時候 CNN查出來就是差12% 現在就是差4% 另一個看點就是 在15個搖擺州份當中 拜登的支持度是49% 特朗普的支持度就是48% 所以已經是不相伯仲叮當碼頭 差一個馬鼻 特朗普再說一說下去 這樣就過頭了 所以 這一局 這個前夫 Stevenson到底能夠發揮多大作用 相信在未來這兩三個星期的民調當中 就是會反映出來的 我估計 那個影響也挺大 因為 你不要當他煲水新聞 因為拜登在過去這40年 就幫自己塑造了一個 好好先生的形象 原來就被他的前夫發現 底韻是這樣的 這樣就會造成選民的期望落差 很大 反而這件事在特朗普身上不會找到的 一例 很多美國媒體 根本上就已經把他 郵論到不得了 他都沒有什麼 形象可言 被人不斷罵 二例 他根本上一出來就告訴你 是一個商人 當初他的口號正正就是 要等到美國重新強大起來 就是要增加就業 增加收入 就是要強化貿易 強化經濟 總之這些事他都是做到的 不過 在今年發生了這個 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之後 當然就是令到局勢有所轉變 但是 特朗普起碼從頭到尾 都沒有用一個假的形象來推崑人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